今天來了一個 天殺的大帥隊 我們歡迎蔣有伯 天殺 真的很帥 一方面帥 天殺 另一方面 天殺 是他已經結婚了 就是啊 可是結了可以離 沒有關係 不是 怎麼樣 什麼事 不可以離 不能講件事嗎 不可以離 不可以 才28歲 蔣有伯 沒有為什麼 很自然的就結婚了 是因為太太先懷孕了嗎 是啦 也是懷孕 但是時間到了吧 先上車候補票 也沒有評論 你今天最怕的事情是 許希蒂對你動手動腳嗎 其實也不會 我問你 問你隱私比較怕 還是我過去吃你豆腐 其實兩個都很怕 吃你豆腐你怕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不喜歡我最新的女生嗎 不是啦 我總是以這個 危機處理的方法來思考一件事情 我不希望造成不必要的誤會 所以是你老婆會生氣 也還好 只是我自己的 多一事不如掃一死 可是很多人沒有吃完豆腐 回家也沒怎樣啊 那請問一下 你今天的底線到哪裡 因為我有看媒體 常常就報導說你很帥氣 但是只要是看到你隱私的話 你通常都會很冷酷的拒絕回答 我今天很怕這種尷尬的場面發生 沒關係 它是反正預錄嘛 可以剪的 沒差 所以你會抓狂嗎 也不會啦 我個性還好 真的啊 所以如果問說 你跟你老婆第一次是什麼時候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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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沒中 你問完還好不敢 不要回答這種問題啊 因為你還是要給一點空間 還是要給一點空間 如果在他爺爺時代 你就被拖出去斬鬥 你知道許醫弟收到人家的新年禮物 都會很快樂就會跟對方致謝對不對 對啊 握手就好了 來 謝謝 你真的很怕 好啦好啦 來邊 還man 怎麼樣 我們不會再動你了 謝謝 好啦 你再去遞了 我們會離你五公分站 好 不要怕不要怕 OK 好 剛剛 剛剛希莉要求的事情 其實成果的老闆常常做 就是示範產品 對 那我有絲巾的 因為太親密了 所以不好示範 聽說你每次 只有收錢的時候才穿西裝對不對 沒錯 因為今天我想你們 因為錄影都要打扮嘛 我想說還是要表示這個尊重的意思 所以我穿了西裝 所以你平常都是休閒服 對 除非你付我錢 或是說我有事拜託你 我就會穿西裝 所以聖誕節我給你100萬 你可以到我家穿西裝 沒問題 這個聖誕 但今年除夕麻煩一下好不好 成果的營業範圍 還包括這個嗎 會不會帶你低起來 沒有 可能要200 200萬 有沒有一個前科學 不要吧 好 所以跟客戶 做表演的時候也要穿西裝 對 要不然平常都穿 隨便穿 就邋遢的嗎 也沒有吧 就是看心情 聽說你的衣服 都是你太太幫你整理的嗎 絕大部分 就是譬如說今天要出門了 然後就先著內褲 然後就說老婆… 我今天要穿什麼 也沒到那麼誇張 反正大部分都是她買的 或者說我們一起買的 就放隨便穿 你這樣也講 很多觀眾就在想 她穿內褲的樣子 你這樣不是很害觀眾 會有遐想嗎 我沒有那個意思 對啦 那幾人都聊到 這裡內褲是什麼款式 很多款式 我想你們從國外回來 應該都是穿四角的比較為主吧 沒有 我比較穿三角的人 真的啊 是那種很淡的嗎 這個問題真的很難接 沒有 因為我們 你們搞創意的人 這種事情是很正常的 像我們搞藝術的內褲 又整個不算什麼東西 正式打扮當中除了西裝之外 包括眼鏡嗎 眼鏡是裝飾的對不對 我有近視 所以我有 這個是近視眼鏡 真的啊… 近視眼鏡 所以你平常不太戴隱形眼鏡嗎 我很粗心 會忘了拿 你比較喜歡她戴還是不戴的樣子 我看你不戴 糟糕就不拿一下 怎樣 拿一種比較帥 都很帥 好啦 這個我已經開始熱了 沒關係 你可以脫 開始熱了 這話好扇緊喔 中文比較好 我已經開始害羞了 OK 你家養了九隻狗 那你身後有沒有狗味 應該沒有啊 希蒂牠身後有沒有狗味 牠是乾起來的 可以了 因為希蒂牠養很多狗 所以牠對狗味還滿名的 我身後狗味還滿重的 沒關係 你說好有就有 沒關係 這樣真的就很重 真的沒關係 沒關係 大毛要不要餵一下 不用了 所以 為什麼養這麼多狗 很自然的 因為愛狗嘛 然後有些其實蠻多狗都撿來 所以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款式 有啊 自己還是會進比較特別的狗 你們家有哪些狗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幫妳幫妳 我一直因為牠尺寸比較小 沒關係 因為公司沒錢 所以只能硬這種 我真的很抱歉 沒關係 我可以離合 你慢慢買 希蒂 希蒂剛剛本來是要自己見了吧 我要自己見 妳還滿準確的 怎麼會剛好掉到 自己剪 我來 不要… 不要… 我怎麼不來 這邊是愛羊 你看 好輕人 好輕人喔 你這麼喜歡蹲下來 對…很快 你這裡有在健身對不對 蹲得好快速 最近比較少 西反應很強烈 謝謝… 已經 牠真的有點水火不清對不對 對 而且牠眼神就是那種 就不要靠我太近對不對 養狗之外還養了鸚鹿 對 三隻 所以鸚鵡現在會說話嗎 不會 會叫 現在… 誰在胡這一題 你不能老師問一些觀眾很想聽的問題吧 我們哪來那麼多題庫啊 不是 鸚鵡我比較好奇 鸚鵡總不可能是流浪鸚鵡了吧 沒有…自己買的 對 一隻金剛兩隻太平洋 所以狗與鸚鵡的組合是什麼意思 其實鸚鵡從小就跟養狗一樣 所以牠反應也跟狗一樣 真的假的 對啊 叫牠來叫牠走 所以牠也會握手跟坐下嗎 會 不可能 鸚鵡鵡鵡地板那麼近 牠怎麼坐下 你都坐下 牠就有繩子 我已經夠近了嘛 牠有那個桿子啦 桿子上面可以往後跑 當然 所以你的口令是什麼 坐下 然後鸚鵡就會這樣 坐下不會生死 是你 想真的啦 我講真的啊 不該妳啊 真的 三隻都會 金剛會 其他兩隻太小了 不好教 所以你怎麼訓練牠呢 打 不會啦 打 那你太容易死了吧 金剛很快 你不會啦 不會 怎麼打牠 用手打 還用暴擊 就打牠 打牠 所以你說金剛坐下 牠如果沒坐牠就打牠 妳夫人現在已經不再出來 上任何節目了 沒有 應該沒有的 妳要去問牠 牠自己決定什麼都OK 所以你沒有規定說 不准再出去了 不准再去從事演藝工作什麼的 沒有啊 真的喔 看牠自己決定 那牠如果現在決定要出來演戲 然後既然有親熱戲 床戲這些 你可以接受嗎 看錢多不多 所以錢多就OK 看跟誰啊 所以應該怎麼親熱 如果是跟金城武會搭配嗎 金城武 可以啦 小孩子可以 小孩子 我的意思 我有感覺上面 牠應該比你 金城武應該超過28吧 金城武有吧 對啊 金城武要超過28 30 那更好啊 長輩也可以啊 你說金城武長輩的話也太欺貼了 好 她是一個成熟男性保證 意思就是說她太太的生活 自己管理就可以了 你不會去干涉她 盡量不會 你沒有大男人主義嗎 這個年代很難大男人主義吧 你跟你太太認識很久了 到現在五六年吧 我想 所以你們兩個還會在 譬如說你煮義大利麵的時候 然後他在後面給你這樣尿滴 然後你們就這樣追來追去 他不知道什麼叫尿滴 癢癢 我知道 你不知道吧 需要他解釋嗎 沒有 我知道癢癢 你一直就說把雙手放在你 我知道 是不會啦 不會 他是不會做這樣的 不過就是會癢 所以你們的打鬧是哪一種啊 不是 你這個很危險 你在做菜 然後結果燙到怎麼辦 還有小孩子 還有狗 那很危險 就是說平常 那譬如說正在剝豆芽的頭的時候 他就說 不要剝豆芽頭了啦 他打鬧 打鬧 打鬧 然後就把他抱到床上 就說老闆 你真調皮 那是屬於這個 應該說我們兩個溝通都很難 我認得是這樣的 所以也是會有這種 孩子氣的行為出現 這一題選擇不打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